他提出生活教育理念 创办小庄学院 开百年来平民教育之先河 为一大势来 做一大势去 先生 逃行之 众关中国的教育界 成立于1927年的 南京小庄 试验乡村师范 迄今为止 仍然是无法逾越的 一座高峰 这所师范学校 矗立在南京郊外的 一片荒野里 没有校门 没有围墙 甚至没有像样的校舍 但在当年 它的影响力却遍及全球 很多西方学校的教育权威 都给予这所学校 高度的评价与肯定 小庄师范的毕业生 甚至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执教邀请 2007年 美国知名学者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学教授 戴维汉森 在教育的伦理事业 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 将小庄学院的创始人 列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 这是唯一一位被列入本书的中国人 也是中国的教育家 唯一一次与美国的杜威 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并列 这个人的名字叫陶行之 抵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儿 自己干 靠人 靠天 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身为哥伦比亚教育学博士 爱好写诗的陶行之 终生都在使用这种来自民间的朴实语言 创作诗歌 不仅如此 从时尚繁华的西方世界回到中国以后 他把自己的形象迅速回归为旧时代的中国平民 1923年11月 陶行之给妹妹写信说 他近日买了一件棉袄 一件布棉套裤 一顶西瓜帽 自己感觉是个道地的中国人了 1916年 陶行之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信中写道 我生于安徽辉州 一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农村 幼年从父亲及师生那里 受到中国式的早期教育 直到14岁 才进了一所有内闭会在华开办的学堂 受教于唐晋贤先生 他是唯一教授西学的老师 两年后 该学堂因唐晋贤先生回英国而停办 因我想学医 不得不冒险前往杭州 但由于该学堂严重歧视非基督教徒学生 甚至反映在学科上 入学三天后 我就退学了 失望之余 我返回晖州 专攻了一年英语 随后考入金陵大学 令人高兴的是 那里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同样受欢迎 我在1913年成为一个基督徒 因为他们家开了有酱原 就是卖酱菜的 油原酱醋那些东西 后来等陶生之出生以后 他那个家的酱原就破产了 破产了之后 他就跟他父亲一起 做一些农活了 所以家里边也是比较穷的 在给罗素的信中 陶行之还写道 三年前 我就选定了哥伦比亚大学 作为自己留学美国的最终目标 但由于经济力量不足 未能及时来校就读 我终生唯一的目标 是通过教育 而非经由军事革命 创造一个民主国家 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 而带来的严重弊端 我深信 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 我回国后 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 为我国人民组织一套 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 陶行之学成回国 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东南大学教授 教务主任等职 掌握了先进教育理念的陶行之 积极引导教学的改革 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新教育论文 诸如教学合一 教育与科学方法等 多威提出来教育生活的理念 而陶先生把多威先生的教育生活理念改造了一下 他叫生活教育理念 其他生活教育理念 更多地强调教育和社会的结合 就是我们平常的人才要管用 能够解决问题 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他特别强调这个 他们的立足点不一样 多威的一个立足点 是在于他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教育 希望教育能够充盈到一个人的生活全部 所以就把社会所需要的一些元素 充实到我们学校教育当中来 教授和学生的关系 不是我教你听 我助你看 我顺你学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教授和学生 它是互动的 教授是相长的 所以把教授法给了 叫教授法 1922年 艳阳初发起全国十字运动 号召除文盲 做新民 而陶星之也早就注意到了乡村教育问题 一年以后 陶星之联合北大教授朱金龙 编写了平民签字课 同时与朱祁慧 袁观兰 艳阳初 王波秋等人一起 邀请各省代表 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一次演讲中 陶星之谈到他的理想 我们的具体目标 是要希望十年或五年之内 能使那十二岁以上 二十五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的人 受一千字所代表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 还希望学生年年增加 从1923年到1925年 陶星之几乎竭尽全力 广泛宣传和推行平民教育 他的足迹 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到处都留下他风尘仆仆的身影 几乎没有什么时间陪伴家人 他曾有一首车上过年的小诗 描绘了这一时期 他的匆忙与艰辛 上车过旧年 下车过新年 年年车上过 也算是过年 他在调查研究当中 一个老百姓不是字 还有一个 中国就是老百姓当中 农民不是字 中国的基本过程 还有一个旧教育 农村教育也有走错的路 他叫农民子弟 吃饭不中道 穿衣不中年 住房子不着树林 两儿不问窗外 是一心自作圣贤书 本来会劳动的孩子 到了旧的学校的 一上学以后也不会劳动了 所以造成了一年头 二年养三年 本来爹和娘的这样的救命了 所以陶先生说 中国乡村教育 必须要来一个根本的改造 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们的病毒在哪里 在人民 没享受教育 没有文化 这个 没有 知识 没有 没开化 不懂得 不懂得抗争 所以他说 这个第一步 要 出现人民教育 要为他们 醒悟 做工作 1926年1月 陶星之提出 师范教育下乡运动 认为 乡村师范学校 富有训练乡村教师 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 他决心创办一所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陶星之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 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的宣言书 声明 该社的使命 是例行乡村教育政策 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 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 征集一百万位同志 提倡一百万所学校 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他在母亲六十寿城立了一个志愿 就是说要在这一年 为国家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那个意思是说 以这个作为给母亲的贺礼 并且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让他的父母和国家一样长生不老 大概从1926年就开始选址 那么在京湖县这一带 考察了不少的学校 后来就决定搬在南京郊区 沿途从燕子基沿着墨府山走 一直走向南边走 陶先生一看 走到山基这个地方一看 一块地 这块地空荒里了 他说正好时候办学校 小庄乡村师范学校 看出招生广告 报考资格明文规定 少年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并提出培养目标 一 农夫的身手 二 科学的头脑 三 改造社会的精神 陶星之宣布 改老山为老山 改小庄为小庄 取日出而做之意 意为在劳力上劳心日出而做 将教学作合一作为校训 1927年3月15日 小庄师范经过艰苦而简单的筹备 正式开学 董事长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陶星之为校长 在开学典礼上 陶星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称 本校特异于平常的学校 有两点 一无校舍 二无教员 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 我们相信没有专能教的老师 只有经验烧身或学识烧好的指导 所以 奴夫 村妇 愚人 侨夫 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 因为我们有不及他们之处 我们认清了这两点 才能在广木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 老百姓 来了非常的多 老百姓都特别高兴 穿上新衣服 还放鞭炮 就是一个荒山 野岭 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 它甚至于开学典礼 他们都是带着帐篷 带着一些绳索 在山脚下 找一块平地 打一个架子 还向农民借了一个八仙桌 放在台子上面 作为主席台 祖父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说城里的一些有职青年 那个意思 就是说丢掉了文凭 跑到了乡村和农人共生活 就说他们带来的不是这个文化的政绩品 而是一颗要真正探索中国教育向前的心 小庄的教学是别开生命而务实有效的 他完全地贯彻了陶星之生活及教育的思想 陶星之兴奋地写道 一个礼拜当中陶学生大概有两个半天 派学生到农友家里面去 到农村去调查年纪 调查农民 对吧 农友 称农民为农友 了解农民的疾苦 还有一个旁边开的茶馆点 茶园 然后在那里边 让学生到那里去读报 讲故事 一次姚文彩来上生物课 因为姚文彩好像是 在京大的时候就是学生物的 后来就是聘请他在小庄来做生物指导员 有一次他来上课 带了很多的参考资料 谭先生看到他 接他的时候一看 杨先生你带这么多书来干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是书呆子没来管 书呆子你就不要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要应财是教 就地取财 比如说到了春夏之际 农人都是养残的季节 那么他就上课 上的什么课 就是学习与养残有关的知识 计算养残的成本 然后去认识一些和残有关的生字 在学唱和残有关的歌曲 那么他这样就把常识课 语文课 数学课都含在里面了 为什么山域要打龙呢 就是平地不能种吗 在这个中间跟农民学 这个龙是帮着爬藤用的 爬藤就更能接受东南西北的紫外线造色 然后才能底下接触封残的果实 所以他通过世界劳动 来给学生自己体会到里面的一些道理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老三 就是一个荒山蛇比较多 那么陶行之就到了父子庙 南京的父子庙 专门请了两个耍蛇人 说称叫蛇花子 请他们来给学校的学生来上有关蛇的知识课 教他们怎么样识别蛇 和蛇的一些细性 怎么样去捕蛇 考虑到现实中国社会 存在着女子教育的种种阻力 尤其男女有别等臣服观念 在人们头脑中作祟 陶行之认为 要真正掀起推动女子教育的潮流 首先得受过教育的女子出来 万众一心的担负重任 只有知识女性自觉觉人 群策群力 组织团体 做全部的提倡事业 女子教育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才能取得不可限量的进步 他于1925年发起组织 中华女子教育促进会的目的 急在于此 小庄师范开学几个月以后 陶行之他就又到外面去募据了一些钱来 然后就把学校里面厨房 浴室的厕所都开始建了 他们有一点钱就办一点事 所以他都是逐步逐步进行的 然后同时也建了女生宿舍 他们就想当年的秋天去开始招收女生 因为第一批招收的都是男生 然后陶行之他就写信给他妹妹 就跟他妹妹说 希望你来当中国第一个到农村去的女学生 陶行之的妹夫是陶行之的同学 在这个中间陶行之就做媒 把他妹妹嫁给他这个同学 这个同学以后身体不太好 后来大概一年多 结婚一年多 他妹夫就去世了 陶行之后 到这儿 在小庄其实就一几年多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叫做乡村妇女工学处 陶文美就在乡村妇女工学处 做指导员 大概在小庄之生活了一年的时间 或者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有病去吃了 小庄师范很快在全国声名远播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和早期的优秀共产党人沈定一 来学校参观 对学校火红的教育成果大为贪服 蔡元培发表了讲话 肯定了小庄的事业 对改造中国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小庄吸引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 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 小庄当时他这个影响在全国 非常非常的大 很多的师范院校或者是学校 都到他小庄去参观 都去参观 然后小庄的毕业生 就像咱们现在的人 好比说哪个好的专业 没毕业就被订走了 他然后就来 要小庄师范的学生 到他的当地 按照小庄的这个模式 去给当地的农民办学 小庄的学生毕业出去 有做老师 有做校长 还有做教育主管领导 都有非常受欢迎 陶星之版小庄师范 对中国的乡村师范的普及改革和发展 应该起了一个领流洋的作用 示范作用的 影响力很大 小庄学院发展得如火如荼 经过各种艰难控苦 陶星之终于让他的教育理想 在大地上生根发芽 然而上天 却似乎还要将更多的考验给他 1930年 蒋介石和冯玉祥 阎西山以及贵系军阀 发动中原大战 由于陶星之和冯玉祥 交紧堵深 蒋介石疑心 陶星之是他的反对者 再加上小庄的确存在 具有革命倾向的热血青年 于是4月8日 蒋介石下达了 关闭小庄的密令 并通缉陶星之 陶星之被迫离开 凝聚他一生心血的小庄 避走日本 小庄有地下弹 那是南京地区最早地下弹 这不止一 有四个历史在与华台就医 所以这个在陶先生的 这个不叫屁股了 在陶先生的旺旺下 有这么多共产党在活动 附近有一些土匪出没 小庄会组织一些自卫队 就在包括和附近的这个村庄 搞一些这种联合的一些 相当于一些自卫的一些 这种武装 那么对于蒋介石来说 那么就会产生一点顾虑 自国民党对陶星之 发出攻击令后 持续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 1932年元月 国民政府解除了对陶星之的攻击 陶星之准备光明正大的 让小庄副校 并登载招生广告 但是学校又一次被政府查封 陶星之并没有放弃 他选招生广告 他选择了以更灵活的方式 来传播小庄精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树立了一个山海 大概山海的山海工学团 一个就是我们汉州的翁家山小学 一个是阳村 一个是城市工学团 它为什么叫工学团 工 工艺养生 解决名声问题 学 民懂道理 团 团结 因为那个时候 一二八以后 康日站着 大家团结起来 所以就工艺养生 学与民生 明白人生的道理 团艺养生 通过可口相抓 召来了一批学生 后者有一些莫名 说陶艺养生现在还在做办学 于是就发问了 就投奔他 他连农民 都农民业小 也有的 也办的 他连那个察官便里面 他也就将 指示报告 这些都 讲给农民听 1934年1月28日 山海工学团召开普及教育总动员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 陶星之正式提出了小先生之 小先生 互相教 今天陶先生教他一个道理 明天他把这个道理再创磨出去 你看在田头 香尖 木道 这个墓碑上面 挂上一个合法 就可以来试制 这老骚通 比如说今天教的是菜缸 腌白菜了 农村里腌白菜是很正常的 那么他就白菜 这个缸上的提上一个缸 白菜上的提上白菜两个字 那么腌白菜 他就是作为 这个就作为课程教了 那么学生回到家里去呢 就把白菜 腌 缸 这些字呢 交给家里的 那个家人 尤其是在对于 女性的教育中间 小先生发过的作用 是大先生不可替代的 因为中国 封建的 你封建传统的时候 说男女受受不轻 要靠 要叫一个男先生 去给那个大姑娘 小媳妇 给他上课 不可想象 家里边可能也会反对 陶星之 倡导的小先生之 虽然饱受质疑 但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的确起到了非同寻常的巨大作用 著名教育家徐特利 就是这一制度的践行者 生活教育的这一套做法 都传到延安去了 延安后来还不可以建立了一个生活教育社的分社 而徐特利对陶星之这一套东西都是非常赞赏的 所以他曾经 徐特利曾经自己写了一个名字叫做士陶 要向陶星人学习 1934年7月16日 陶星之先生发表《行之行》一文 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之 还创造了以行之二字和写的一个字 作为自己的名字 1938年陶星之结束了欧美亚非的访问行程 回到国内 其实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 他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间来推广他的教育理想 这一年的12月15日 广集社会贤达于义堂的生活教育社 在广西桂林省政府礼堂举行成立大会 陶星之当选为理事长 随后他着手筹备创立育才学校 招生对象是战时汇集在重庆的二百多万流浪儿童 1939年7月 玉才学校在重庆附近的河川县古盛寺创办 开学典礼上 陶星之宣讲了该学校的创办宗旨 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 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 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至于枯萎 而且能够发展 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 空气 水分和养料 并扫除害虫 我们爱护和培养它们 正如园丁一样 日夜辛勤地工作着 希望它们一天天地生长繁荣 古盛寺开学 学校没有入学考试 也没有升学考试 也不存在所谓的毕业问题 不过要经过必要的智力测试 学校设立专业为音乐 戏剧 绘画 文学和社会五组 无数当时享誉全国乃至国际的高级知识分子 诗人 音乐家 艺术家 纷纷到学校任教 育才学校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异的学校 因为它是根据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而创设的 它不仅要求其学生有相当的智力 还要测试学生的特殊才能和兴趣 与此同时 它的学制规定又是那么不拘一格 而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强调创造性的培育 1939年12月31日 陶星芝和吴树琴在重庆举行婚礼 这是陶星芝的第二次婚姻 在结婚证上 陶星芝特意写了一首诗 天也欢喜 地也欢喜 人也欢喜 欢喜我遇到了你 你也遇到了我 当时你心里有了一个我 我心里有了一个你 从今以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 地久天成 同心比异 相敬相爱 相扶持 偶尔发脾气 也要规劝勉力 在工作中学习 在服务上努力 追求真理 抗战到底 为这大我 忘记小几 只等到最后胜利 再生一两个孩子 一半像我 一半像你 婚后 两人居住在重庆北贝 潭香山桥附近一个二层旧碉堡中 生活清贫 连日常的蔬菜都需要自己耕种 但夫妻二人却乐在其中 在生活和事业上 得到无数勤全力协助的陶星之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 玉才学校的运营中 国共瓦南事变之后 关系就化了 所以国民党 加紧了这所学校的控制 所以原来有的都没有了 但是陶星之就靠自身的力量 他到处去化缘 他自己说他不化缘 去讨饭 为这些孩子们 为了申请下去 那么这时候 他自己密码标价 我卖文 我卖讲 我卖字 谁要来呢 我都要给我掏钱 然后通过他们学生来去进行议演 搞画展 他们编排的那些抗日的那些节目 那些唱革命歌曲 什么到重新去开音乐会 另外绘画组去办那些画展 当时也有徐北红什么什么那些民人给玉彩学校挣的一些东西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然后朋友见了都不忍心 然后就劝他 说你何必这么辛苦呢 你为什么要抱着石头过河呢 他就这样回答 他说我不是抱着石头过河 我是抱着爱人游泳 我越游越开心 所以玉彩的学生说到陶行之就说 哎呀 他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 陶行之像妈妈一样的关心我们 玉彩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因为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家庭 抗战胜利后 陶行之又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 招收家境贫寒的社会青年入学 他说在我的世界小孩和青年最大 1946年7月25日上午 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受损 陶行之突发脑溢血 抢救无效后在上海逝世 享年55岁 根据他本人的意愿 他与曾协助他办学而操劳过度早早离世的父母亲 第一任妻子 以及妹妹陶文美五人 合葬于南京小庄 陶行之初病当天 全国53个人民团体代表 及2000余人参加了葬礼 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 克博区等发来宴殿 陶博士致力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后死者必定永远纪念他并贯彻他的事业 毛泽东亲笔提写道词 痛到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先生千古 宋庆龄提词万事诗表 秦志先生这些思想 他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直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承 那么我们把这种文化 作为我们大学文化的最有特色 最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载体 来让行之这些理念 行之这些思想 能够真正让学生入脑入心 变成他最后的一种个人的一种行为 陶行之的教育思想 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与世俱进 他其实他对自己的思想 一直也在不断地在变化在发展 他自己也有句话 就是防我这死创我这生 你学陶行之的思想 他不是要照搬他的以前的一些做法 他更多的是 依照他的一种教育思想 依照在当下的教育环境当中 加以发展 加以继承 后来读到陶行之一段话 他说要想改变 完成乡村教育的使命 什么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 那超过一切的条件 是你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 这句话读了以后我心里面很感慨 觉得其实还是要有这颗心 他实际上是体仓了一种尊重社会 尊重现实的这样一种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说反普归正 因为我们所教育的对象 无论时代如何转变 环境如何转变 他最终还是社会人 他原意社会 最终还是回馈社会的 因为在他的实现当中 他学因为绑教育 不折祸高楼大厦 整体高楼大厦 绑地不见得是真教育 现在以陶行之命名的陶行之学会 和以玉才命名的中小学校 在整个中国遍地开花 而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 南京小庄师范学校 也早已远离了 那个没有校门 没有院墙 甚至没有校舍的艰苦时代 直至今天 小庄师范学校门口那幅对联 依然是 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